继续追着雪花看新疆特别报道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冬季的昌吉州不仅有天山天池等景区的冬日美景吸引着游客 还有丰富的冰雪旅游资源 良好的冰雪旅游基础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片冰天雪地 上冰上雪 感受冰雪带来的快乐 12月份以来 当地多个滑雪场纷纷开门迎客 各大景区也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冰雪旅游活动 共赴冰雪之约 几场大雪过后 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银庄素果格外迷人 近旁的天山山脉清晰可见 这里是位于新疆昌吉州的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呢 来自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欢聚在这里 正在体验滑雪运动带来的快乐 那么为了更好的滑雪爱好者的滑雪需求呢 在这个雪季 这个雪场还专门进行了改造提升 让滑雪爱好者能够更好的体验速度和激情的碰撞 同时呢 尽情感受冰雪运动带来的独特魅力 雪道的平整度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它不会说是存在坑坑洼洼 这边的设施比较齐全 包括服装这些也是比较崭新的 而且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超级好超级好 就你有什么要求或者问题 他们都尽快了就给你解决了 近年来 昌吉州依托良好的冰雪资源 建设高山滑雪场 冰雪乐园 同时打造一批交通相对便利 基础设施完善 冰雪景观独特的冬季旅游景区 持续放大旅游家效应 丰富的冰雪旅游项目 也吸引了更多游客的到来 当地雪场也专门对雪道 雪距进行了全面的提升 确保滑雪爱好者有一个良好的体验 滑完雪 游客们还可以前往参加天池冰雪风情节 体验丰富多彩的冰雪旅游活动 吃美味的羊肉 看美丽的雪景 冬日的天山天池 美如一幅巨型的水墨画 游客们可以一边吃着大锅羊肉 一边欣赏冬日的独特风景 在雪山 冰湖和蓝天之间 感受冰雪的欢乐 吃羊肉 看表演 赏美景 玩冰雪 每年冬天 当地还会围绕冰雪风光 冰雪娱乐 冰雪康养 冰雪赛事等 推出新产品 新项目 我们已经连续22年 举办冬季冰雪风情节 同时为配套整个冰雪风情节 我们组织了有26项的冰面的活动 全州7个县市联动 以冰雪与体育结合 以飞夷结合 以民俗结合 推出了数条旅游精品线路 也出台了一系列冰雪消费的优惠政策 把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 刚才的片子当中我们也看到 吃美味的羊肉 看美丽的雪景 还能尝试各种的冰雪运动 可以说是相当的惬意了 而在新疆各地的校园当中 冰雪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由93所学校被评为 全国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20所学校被命名为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奥林匹克教育师范学校 昌吉州富康市兹尼全资镇中学 开展冰雪运动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 每年一到冬季 学校都会利用操场空地自制冰场 教孩子们滑冰 为孩子们教住着最朴实 并且最纯粹的冰雪梦 京东当地降雪比往年晚了近一个月 对于这个冬天的第一堂室外滑冰课 孩子们都充满了期待 连续几天的降雪过后 资尼全资镇中学的操场已经被白雪覆盖 学校的三位体育老师开始忙活起来 他们要趁这几天大幅度降温浇住冰场 一辆拖拉机 一台洒水车 就是接下来几天浇冰所用到的主要设备 夜幕降临 第一次浇冰正式开始 晚上8点 气温骤降至零下28摄氏度 老师们驾驶着拖拉机 拉着洒水车 顶着刺骨的寒风进入操场 对对对 走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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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气温比较冷 冰浇完之后很容易形式冻住 注意浇冰了 走 你看见他们浇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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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场上拖拉机的轰鸣声 吸引来了一些寄宿的学生 他们中有几人是学校速滑队的成员 大家都盼着浇冰这一天 你们先这么冷了先去吧 明天那咱明天白天浇哥去看吧 我们要去看 你要看 可以给浇冰期待不期待 对 期待 现在什么心情 什么心情 浇冰是一个漫长而寒冷的过程 要想浇出一条平整厚实光滑的冰道 从第一次浇冰开始 就需要老师们冒着严寒 一边浇水 一边用工具抹平冰面 确保水与雪能够凝固在一起 还没等一桶水浇完 老师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发麻 我们这个护士大概半个小时 它就冻透了 如果算了一圈二百米的话 大概就得十桶 最少得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把那一圈才能浇完 为了赶进度 寒冷的夜晚就成了老师们的加班时间 拖拉机绕着冰道一圈又一圈跑着 洒水车里的水早已不知用了多少桶 等到三位老师收工时 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五点钟了 五点准 经历了一夜的劳作 冰道已经出具雏形 一些好奇的学生已经迫不及待 在冰面上玩耍了 下午五点 老师们继续浇冰 从现在开始 需要加大浇水的频次 让水一层层结冰后 慢慢形成光滑的冰面 直至到最后 这个冰面更光滑的 更静子要的 到学生能滑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才能完成 大概 还是得需要三四天 到了第五天 二百多米长的冰道 终于浇筑完成 学生们也早早穿好滑冰鞋 期待站上冰面的那一刻 穿在冰道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脚要靠近 听明白了没有 在冰上滑起来的时候 就像闪电一样飞起来 我比较喜欢冰雪运动 冰雪运动的话 我也喜欢滑雪 我的梦想虽然不是当一名滑冰员了 但我是很喜欢这项运动的 最大的希望呢 就是成为一名国家级运动员 代表国家参加那些冬奥会赛事 站在冰道上 有人技巧娴熟 有人亮亮呛呛 也有人好奇为观 在自制的冰场上 孩子们尽情享受着冰雪运动的乐趣 留下属于他们的冰雪梦想 为了满足孩子们 对第一堂室外滑冰课的期待 老师们是在寒冷的冬夜 完成了交冰工作 他们的付出没有白费 从孩子们开心的笑脸当中 我们也感受到了 他们是真心的喜欢冰雪运动 而在草原的冰雪之上 忙碌了一年的农牧民 也会趁着冬闲时节 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1月 是哈萨克族牧民传统的冬宰节 牧民会宰杀标肥体壮的牲畜 来储备冬肉 并举办雪地赛马 雪地雕阳等活动 这两天在昌吉州木磊县的乡村里 马蹄生生 喝彩振振 一场场活动正在精彩上演 在昌吉州木磊县 一场精彩激烈的雪地雕阳比赛活动 正在进行 骑手骑在马背上 时而侧马扬鞭朝前冲 时而双脚夹着马度去夺阳 你追我赶奋力争强 场面十分热闹 每年冬季 当地都会利用冬闲时节 组织开展民俗活动和传统体育项目 既有文艺表演 还有雪地雕阳 雪地赛马等 我们方圆几百里的群众 他都会慕名而来 一起品尝美食和观看赛事 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进一步推动我们乡村文化 与冰雪旅游融合发展 同时为我们的乡村振兴 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系列活动所展现的活力背后 还有当地特色养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这段时间 慕名伊曼别克正忙着 照顾马圈里的十级匹马 为了节省养殖成本 并保证这些马安全跃动 村里组织牧民抱团发展 将马放在一起集中养殖 安排牧民轮流照看 在牧垒县很多牧民跟伊曼别克一样 通过养殖实现了增收致富 近年来 牧垒县坚持把发展壮大特色养殖产业 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等措施 积极推进整乡整村牛羊规模化养殖 目前全县各类牲畜存栏量达67万余投资 通过我们这样规模化标准化的养殖 也向农民介绍了新兴的生产技术 提高了他们的生虚的这种出栏量 在很大程度上 让我们的农民群众得到了收益 冷资源催生热经济 昌集充分发挥冬季冰雪资源优势 冰雪旅游不断升温 冰雪运动不仅带来了梦想 也带动了当地产业的融合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